大家都說裴洛西這一次的出訪行程真的是超級硬 因為他在短短的幾天之內 他就要飛到五個國家 好我們來看他在第一天 8月1號的時候他就飛抵新加坡了 然後2號早上的時候 他就從新加坡飛到了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那大家也知道他從昨天下午的時候 就從馬來西亞要飛到台灣 是在昨天晚上10點43分 已經很晚的時候才到了台灣的松山機場 沒錯 而且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就在昨天晚上你就在社群平台上面可以看到 大家一直很就是緊張 或者是很驚喜的說 到底會不會來 到底會不會來 大家都在關注裴洛西的那個專機到底在哪裡 待會兒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昨天到底有多少人都在網路上 關注這位82歲老奶奶 到底要去哪裡 那目前他今天的行程就是台灣 那他在今天下午離開台灣之後 他預計在4號的時候 4號的上午要跟南韓的國會議長來會面 那雖然說他現在還沒有公佈說 他什麼時候會去日本 但是呢 大家預測就是他從新加坡啊 馬來西亞 台灣 韓國 接著在8月5號的時候 他的最後一站就會是到了日本了 哇 這個行程真的是非常硬耶 沒錯 而且他其實光在台灣 他從早上7點的行程 但是一路滿滿滿滿滿到下午5點 也真的是可以佩服啊 他的這個好體力 對 那剛剛小朋友說嘛 昨天很多人都在關注到底裴洛西的飛機在哪裡 你知道嗎 昨天這個網站哦 我們來看看這個紅框框起來的部分 居然有70.8萬人在關注說裴洛西 你現在到底在哪裡 哇真的是引起全球的關注耶 而且因為呢 昨天他這個搬家 他其實從馬來西亞起飛的時候 他是先往東南方飛 然後再飛經過這個印尼的領空 然後後來呢 他就突然轉彎 昨天晚上很多人一看到飛機轉彎就說 天啊天啊 是要來台灣了嗎 對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那後來他是從這個台灣的東邊的海域 一路往上就飛到了這個松山機場 他就是其實避開台灣旁邊的這個南海 就是比較敏感的爭議的南海領域啦 那所以呢 昨天晚上他這個飛機抵達 這個整個行程有70.8萬人都在關注哦 然後呢 他甚至導致這個網站一度貪患 哇 因為真的是史上最多人 他已經創下這個網站史上的新高紀錄了 沒有想到大家這麼關注這個 82歲的老奶奶昨天到底要去哪裡 沒錯 那其實呢 除了他的行程呢 非常吸引大家的關注之外呢 他的穿搭 其實呢 也引起了一陣的討論 他昨天晚上抵達台灣的時候呢 身穿了兩種顏色 他的套裝呢 是粉紅色的西裝搭配白色的上衣 還有白色的高跟鞋 而他脖子上的大珍珠呢 也更是吸睛 讓素雅的穿搭不失重點 顏色鮮艷的西裝或是套裝造型 可以說是裴洛西的個人穿衣招牌特色 色票式的色彩 七彩都難播倒他 就連時尚雜誌都曾經讚賞 並且認同出色的服裝品味 是有能力的政治女性的工具之一 裴洛西此次的訪台佩戴的珍珠項鍊 他生前就經常在各大場合戴著出鏡 珍珠讓人感到保守又正式 特別大顆的尺寸 也有讓不少外媒觀察家 認為蘊含著優雅權威的意思 而針對裴洛西抵台 柯文哲呢 他則表示來者都是客 我們都歡迎 但是呢 台灣要保持自己的主體性 可以和每日交好 但不必與中國交惡 柯文哲二日晚間在臉書表示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對於能夠協助台灣 跨際世界的朋友 都應該張開雙手歡迎 裴洛西不管是作為美國公民 或者是美國眾議院議長 來者都是客 我們都表示歡迎 而柯文哲也強調 台灣要保持自己的主體性 我們和每日交好 卻不必與中國交惡 台灣應該左右逢源 而不是左右為難 中美僵局短期無解 夾在中間的台灣 更應該與中國 美國保持暢通 聯絡的管道 才能有效避免危機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昨天晚上也在臉書上 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說歡迎國際有人來訪 共同維護區域的和平 穩固台美的關係 朱立倫說 台灣與國際社會 都相當關注 裴洛西到台灣的消息 而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 對於所有的國際友人來訪 我都要誠摯地表達歡迎之意 朱立倫強調 國民黨的立場是 捍衛中華民國 守護民主自由 維護區域的和平 而任何深化台美關係 對我國民主自由發展 或經貿繁榮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 對台灣人民有利的雙邊互動 國民黨都誠摯地歡迎 而朱立倫也說 國民黨從守護台灣人民安全 維護區域和平 以台灣利益優先的角度出發 會和所有真誠關懷 願意幫助中華民國 幫助台灣的國際友人站在一起 期待台美未來能有更多的雙邊合作 共同促進區域的和平 裴洛西在昨夜抵台 對此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示 裴洛西嚴重的違反了一中原則 而且也衝擊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對此堅決的反對 並且予以強烈的譴責 中國人大常委會表示 一個中國的原則是 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前提 也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美國在台灣的問題上 向中方作出過鄭重的承諾 但在行動中 卻不斷提升美台實質關係 和官方的往來 縱容支持台獨的分裂勢力 搞以台制華 嚴重損害台海的和平穩定 中國政府和人民 已經將繼續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 堅持維護自身的主權 裴洛西確定抵台之後 就引發了北京政府的激烈抗議 甚至宣布解放軍 將在南海展開軍演 而中國國務的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 他在昨天的時候就表示 美方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背信棄異 即使美國的國家信譽 已經進一步的破產了 只能讓各國的人民 進一步的看清 美國才是當今和平的最大破壞者 王毅強調 美方在台灣問題上 背信棄異 令人不齒 只能使美國的國家信譽 進一步破產 而美國一些政客 只顧一己之私 公然在台灣問題上玩火 與14億中國人民為敵 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美方的霸凌嘴臉 暴露於世 只能讓各國人民 愈罰看清 美國才是當今和平的 最大破壞者 現在在大陸的許多地方 都傳出拍到了 疑似是解放軍集結的畫面 除了福建之外 在浙江也有市民拍到 透過高鐵 還有高速公路 運送坦克 以及飛彈的畫面 昨天在福建的廈門 和福州都傳出了多段畫面 內容顯示 解放軍大規模的集結 包括公路上有大批的軍車 當中更包括了輪行的裝甲跑車 也有大陸的網友發出一段影片 聲稱說 寧波這邊的部隊集結了 導彈車排排走 往北輪舟山的方向前進 而畫面中可見 高速公路上有卡車 裝著疑似是飛彈的武器 而另外還有影片拍到 在杭州南站的高鐵站中 有載著坦克車的列車駛過 也有網友拍到鐵路運輸導彈 推測是駐地位於浙江省 金華市火箭軍的東風-16導彈 不過大陸官方並沒有證實 這個解放軍集結的消息 有部分的民眾呼籲不要轉發影片 認為會洩漏軍事機密 不過也有人認為 展示這些估計就是為了滿足 人民群眾的好奇心 其實主力早就備好等著下命令了 其實在佩洛西造訪台灣的前夕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在8月1號的時候 就已經接受CNN 全球公共廣場的專訪 首度針對台海的問題發表了意見 劉德英也表示 如果大陸無力犯台 將會是各方接輸的情況 而就算大陸要控制台積電的工廠 也無法再繼續正常運作 劉德英坦然表示 沒有任何人能用武力強迫的方式 控制台積電 若中國解放軍真的侵入台灣 他們也無法讓台積電正常運作 台積電是一個龐大又複雜的組織 晶片製造設備必須與包括 美國、日本、歐洲在內的外界同步連結 意思就是 中國若想完全接手整個台積電 並管理的和現在一樣 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劉德英接著說道 讓中國需要我們並不是件壞事 台積電與中國做生意 中國約占10% 但台積電只跟一般企業和消費者做生意 不會將晶片賣給軍事組織 因此在供應鏈上 中國不能沒有台灣的先進晶片 劉德英也喊話 商業界沒有人希望發生戰爭 尤其烏惡戰爭已經打亂全球的供應鏈 不應該再挑進這樣的情況 好 好 好